罗佛前天下起倾盆大雨 导致周内的五个县市发生突发水灾 上千人因此无家可归 不过随着天气好转 水位的逐渐下降 在美人数已经逐渐减少 截至今天凌晨四点 当地还有242户家庭 涉及988人被安顿在18个临时疏散中心 根据柔佛天灾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显示 受水灾影响的五个县市包括 麻坡、东甲、八珠八峡、笨针和居栏 所有受影响的居民 都已经被安置在临时疏散中心 当局将会提供粮食给当地栽离 截至今天凌晨四点 当地还有242户家庭 涉及988人 被安顿在18个临时疏散中心 不过由于目前 我国还处于疫情期间 所有灾离受促戴口罩 保持个人卫生和社交距离 尽量减少病毒的传染风险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的 Dudstry Ronald Gandy表示 在行管令期间 我国的白米生产并没有受到影响 这是因为政府允许食品相关的行业 在这期间如常运作 他补充 尽管一些白米生产大国 限制白米出口 但是我国的白米供应依然充足 因此国人不必担忧 白米短缺 他还提及 我国70%的白米生产 是供应国内需求的 其中超过35%的白米生产 来自吉达州青年农业发展局 人们对苍蝇的印象 总是离不开 肮脏两个字 所以大家看见苍蝇 都唯恐 必至不及 但是槟城威省市政厅 则把苍蝇当成宝 利用苍蝇制造有机堆肥 环保又有机 我们来看报道 威省市长的Dudrosa 指出 威省市政厅 与马来西亚理科大学 和Alansa Integrated有限公司合作 研发有机堆肥的生产 一开始在甲炮巴迪巴沙 收集厨鱼 并利用一种名为 黑水蒙的苍蝇品种 把厨鱼分解为有机堆肥 他说 这个品种的苍蝇 全身是宝 他补充 利用苍蝇生产堆肥 有机又环保 不只是可以让农夫 创造更稳定的经济周期 也能够生产安全无毒的食物 减少垃圾丢气 和降低温室效应 一艘曼谷注册商船 被发现在没有准证之下 非法入境我国 并且在登加楼干马晚海域 企图走私柴油 不过 在警民的合作之下 成功导破这起罪案 船上的10名外籍船员 全受被捕 海市执法机构 干马晚区主任 Rashidi Adi表示 执法单位是在 本地渔夫的投报下 侦破这起走私案件 他指出 事发当时 该名渔夫在海上发现 一艘可疑船只 正在售卖柴油 给非法入境的越南籍渔夫 因而向执法单位投报 有关单位随即前往相关海域 展开取地行动 而目前 所有船员已经被捕 并且带到干马晚海市局 展开调查 根据初步调查 该艘船是泰国曼谷的注册商船 而被捕的船员中 有五人来自泰国 另外五人则来自前浦寨 他们都无法出示航海准证 对此 警方将援引1952年商船法令展开调查 一旦罪程 将被罚款不超过十万令吉 或是监禁不超过两年 或两者监失 另外 他也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外籍渔夫 或海上非法活动 请立即通知 海市执法机构 或拨打999紧急反应系统 以协助执法机构 打击海上罪案 昨天6月21号很特别 因为这一天是父亲节 也是2020年的第一次 日食上演的日子 不过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 我国只看见日偏食 如果你错过了 没关系 下来透过镜头 一起去看看 2020年的第一次日食 在昨天星期日下午登场 环石带从非洲扫往中国 并在太平洋热落时结束 中非阿拉伯半岛南部 巴基斯坦 印度北部 中国南部及台湾的民众 都可以欣赏日环石天文奇景 而大部分亚洲地区 包括马来西亚 另外还有非洲 南欧与东欧 澳洲北部 以及部分太平洋 和印度洋地区 则是可以看见日偏食 我就非常的激动 因为想说 195年只有这一次 而且还是在台湾 就是这么小的地方 这么难得 所以我真的非常开心 超级日环石上演时 月球会挡在太阳前面 原本炙热的火球 中心部分变暗 只会露出很细的 一圈金色环状边缘 因此这个现象 也被称作为金边日食 因为时间太仓促关系 然后买不到那个 减光镜 所以我就参照了 网络上面的介绍 然后做了一个 可以观测日食现象的 一个纸箱子 为了一睹这个难得 一见的奇观 各国民众纷纷利用各种工具 包括X光片 专用防护眼镜 大型双筒望远镜 和太阳对光片档 紧密追踪日环石 或日片石的天文奇观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祝大家平安健康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